每日神话 前几天追求得还挺好 不知什么原因就不信了 有许多是临到 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还不显一点神迹奇事 一点超然事不做 看你能不能站立住 神用事实来熬炼人 现在你受苦还少 以后临到大的试炼 有的地方整个教会的人都退去了 跟你关系挺好的人都退去不信了 那时你能不能站立住 现在临到小的试炼 可能你勉强能站立住 这一步是话语熬炼 话语成全 下一步是事实灵级来熬炼你 那你就在危险之中了 严重到一个地步 神也劝你赶紧离开 宗教的人还来拉拢你 看你能不能走上去 这都是试炼 现在试炼还小 到有一天 一家当中有的父母不信了 有的儿女不信了 你还能不能走上去 你越往前走 试炼越大 根据人的需要 根据人的身量 神在人身上来做熬炼工作 在神成全人的阶段 人数不可能越来越多 只能是越来越少 借着这些熬炼 才能成全人 对付 管教 试炼 刑罚 咒诅 这些你能经得住吗 当你看到一个教会 光景特别好 弟兄姊妹追求 都有劲的时候 你里面也受激励 到有一天 人都退去了 有的不信了 有的出去做买卖 有的结婚 有的去宗教里 到那时 你能站立住吗 你里面能不受搅扰吗 神成全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神用许多事来熬炼人 在人看是方式 但神的原意 并不是方式 而是事实 最后 把人熬炼到一个地步 一点怨言也没有了 神这部工作 也结束了 圣灵大做工 是为了成全你 不做工隐藏了 更是为了成全你 更能看见 人对神 有没有爱 有没有真实的信心 在神明说的时候 不用你寻求 神隐秘了 才需要你寻求 才需要你摸索 你能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 不管以后的结局是什么 归宿是什么 但在你有生之年 你能追求认识神 爱神 不管神对你怎么样 你都能不发怨言 圣灵在人里面做工 有一个条件 人只要渴慕寻求 对神所做的 不三心二意 不疑惑 不论什么时候 人能持守住人的本分 这样 人才能获得 圣灵的做工 在神哪一步做工里 都得需要 人有极大的信心 在神面前寻求 在经历之中 才能发现 神太可爱 才能发现 圣灵在人身上 是怎么做的 你不经历 不摸索 不寻求 什么也得不着 必须得在经历之中摸索 在经历之中 才能看见神的座位 认识神的奇妙难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